特朗普兼推2000亿关税为之北京赴鸿门怨否,美国高级别政府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最快在明天星期一就宣布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品开征新关税,但各种情况显示,特朗普对中国货品加征关税幅度很可能将由原定的25%,降至10%不同报道。 特朗普正式宣布向中国货品加征关税后暂时未知,中国代表团会否如期出席中美贸易会谈会议,据路透社消息,一名高阶政府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最快在周一就宣布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品开征新关税。 报道引述华尔街日报消息指,税率可能在10%左右这低于先前特朗普政府声称这轮关税考虑开征的25%报道指,白宫并未立即回复置评请求。 即将开征的关税涵盖的总值约2000亿美元项目清单中,包括网路科技产品及其他电子产品,印刷电路板,以及中国海产,家具,照明产品等消费品还有轮胎,化学制品,塑料,脚踏车以及汽车儿童安全座椅等等。 目前尚不清楚这份7月公告的清单中,是否有取得豁免的产品? 白宫发言人Lindsey Waters周五表示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他和美国政府将持续采取行动,解决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我们鼓励中国解决美国提出的长期问题。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将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于未来几天作出相关宣布,特朗普很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星期一,宣布实施这一项决定。 报道说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周六引述匿名消息指出,新关税的税率可能约10%,低于川普政府考量此轮关税时最初宣布的25%。 报道,认为美国在即关税恐重挫缓减美中贸易紧张的希望联合早报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或对中国或征税降至10%报道,引述华尔街日报消息,特朗普或降低加征幅度是希望在年尾假期购物季节和中期选举来临之际减轻对美国消费者的负担。 不过,相信特朗普会表明随时会增加关税加强对中方施压。 报道也引述官员指目前政府依然希望在方案细节上做轻微调整。 因此特朗普会在周一或周二才正式宣布,至于日前财长姆努钦透露,已向中国官员发出邀请,就贸易争端举行会谈。 报道指中美双方已计划在27和28日,由姆努钦率领的团队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务院赴总理刘鹤率领的团队会面不过特朗普正式宣布,向中国货品加征关税后,在时为止中国代表团会否如期出席会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